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博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一些字幕串类型 这节课再忍耐一下 咱们还是字幕串 在咱们上节课中说了 重点说的是单眼号和双眼号的区别 对吧 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个在双眼号里边可以解析变量 单眼号则不行 对吧 另外在双眼号里边可以解析所有的转移字符 在单眼号里边只能解析有限的单眼号和转移字符本身 对吧 另外他说了双眼号功能强 单眼号功能简单对不对 功能越强的那肯定消耗的系统资源就越多 功能越简单的系统资源越少 所以建议大家能使用单眼号的地方尽量使用单眼号 这是上节课能说的对不对 对 那咱们通过前面两个节课咱也知道了 声明做一段使用单眼号和双眼号 对吧 对 那我们妹子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果咱说在上上节课咱们还说过一个问题 什么呢 字符串没有长度限制对吧 那如果一篇文章里边有比如说咱说打印四五篇 A4纸的一篇文章吧 那里边有可能到处使用单眼号双眼号对吧 那我该如何把一篇文章声明成一个字符串啊 用什么符号 用单眼号还是双眼号 都不行了 万一里边那里边都是单眼号 里边单眼号里边都是还有单眼号的一顿色转移 对 双眼号里边双眼号也得一个一个双眼号 对 太麻烦了 在一篇大字符串里边 一篇大字符串里边 那里边有很多个单眼号 也有很多个双眼号 你外层用单眼号 那里边有可能也遇到单眼号 外层用双眼号里边有可能也遇到双眼号 是这样的吧 那如果外层用单眼号里边把所有单眼号转移 是不是需要麻烦呢 对吧 然后有双眼号里边的双眼号一个转移 这也麻烦对不对 所以呢 声明字符串还有第三种办法 叫做什么 定界符号 咱们再来学一个声明字符串方法 一个符号 定界符号 什么符号呢 咱们课件接着上来 接着开始写 声明字符串使用这个符号 三个 这应该是小一号还是大一号呢 小一号 对 三个小一号 对吧 系统里边会有这个符号 听懂吗 这俩好多人都弄混 一定要 不是一对 一定要确定这个方向 对吧 不是这个方向 这叫无号用 PVP里面有加速号和加速号都有的 符号是不一样的 一定看好方向 听懂 那 这块 定界符 那有的什么叫定界符 用它我后边写字符串就行了吗 不是的 看好语法 这块是不好记得 大的字符串 多个字符串 还不想解决字符串的带眼号 双眼号 嵌套的问题 我建议你使用这种符号 叫做定界符 声明字符串 定界符号声明字符串 那怎么个声明法 也有几点需要细节 第一个使用三个什么 小鱼号 使用三个小鱼号 然后后边跟一个自己命名的一个字符串 不用带号双号标记的一个符号 就叫标记符 随便叫什么都名 自己命名就行 你叫A也行 叫B也行 你多个字符也行 你叫哈喽也行 可以写哈喽字符串的文章 可以什么都行 就是一个标记符号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块叫哈喽 对吧 然后 这个符号后边 连空格都不能用 就知道吧 直接回车 当然这块前面是这块是可以有 是吗 有这个东西 然后一定要在顶格写一个 跟你前面起名一样的字符串 就什么 起名一模一样了 然后直接回撤 看到了吗 这个一定要顶着写 我先说那里记录 对吧 现在看区别了吗 以三个这个符号 小个号开始的 然后自己命名的一个符号 然后这边呢 这是定义 自己命名符号 因为定界符号 定立一个个边界 边界以这个字符开始 那这个边界就要以这个字符结束 那中间可以用大量的字符串 比如这是一个demo 对吧 然后比如说有多行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我输出这个字符串 就能输出我想要的结果 这是一个demo 是不是全输出了 虽然中间没有化行 对不对 而且这里边 现在不用管它里边 有没有单眼号 有没有双眼号 不会冲突 因为外层咱们使用的定界符来定义的 对不对 不是使用单眼号或者使用双眼号定义的 所以呢 大眼号双眼号在这个大量的字符串的出现 就不会发生冲突 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两辈子清楚了 这个 这个 那有的说了 这两个定义有没有细节啊 好多人也用过这个就总不好使 对不对 那你想象一下定界会是不是你随便起的一个字符串 对吧 在这个文章中有没有可能也出现哈喽这个字符串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一个哈喽 对吧 为什么不以这个哈喽结束 这个开始这个结束 就像在这双眼号里边 有没有可能出现双眼号 那用哈喽做定界符里边有没有可能出现哈喽 有可能 那为什么这个哈喽跟这个它不冲突啊 为什么 就因为咱们说了要一些细节需要注意什么细节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在开始的定界符 也就是这话自定义的字符串中对不对 在开始定义的字符串中怎么办 一定要怎么办 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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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着这个 对不对 一定要 应该说 应该说 左边 要挨着这个 对不对 然后 写完 定界 的字符串 一定要等到 直接 回车 就直接 换行 对不对 怎么呢 连空格 对 这块 空格都没有 空格 都不可以 听懂啊 那这块你看这块如果我这块加空格你看这么颜色都变黑了 空格都不行 听懂啊 然后再结束的第三点 在结尾 结尾的字符串 定界中 一定要顶头 顶头写 和开始的字符串要一致 这点肯定是要做到对不对 并 写完直接 回车 也连空格都不能有 对 你看 顶着写 当然这就是语句声明完的 肯定有番号结束了 对不对 番号后边 直接回车 连空格都不能有 如果你家空格都错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因为是有这样的严格要求的 所以 哈喽 直接在这写 这个哈喽符合刚才条件吗 是顶着写的吗 顶头写的吗 是直接回车的吗 都不是 所以它就不是它的标记 结束标记 明白了 所以呢 你要不严格按着这个写 就会出问题 这就是开始的和结束的一个标记 我再重复一下 开始的标记 一定要挨着这个写 对不对 写完一个符号 后边要直接回车 你空格都不能有 这个要顶头写 写完之后 要直接回车 空格都不能有 才做好一个进阶符 而这个符号是你随便写的 你叫哈喽 行叫st行 叫什么都行 看到了吗 st 只要符合这个条件 就可以声明了 清楚这个问题吧 梅子 那 那咱再交流一下 说一下 咱说单眼号双眼号 是不是有两点区别 可以解析变量 可以使用转移字符 对吧 那你现在说一下 它里边能不能解析变量 能不能使用转移字符 当然说是说不来的 这有点不一定的 对不对 咱做个实验就知道 你看 我在这块 我就随时写一个短的符号 这是一个demo 行吧 我这块加个斜杠N 可不可以 可以吧 然后我这块加一个 doll for anti 可不可以 咱就试试这个 如果能解析的 说明跟双眼号一样 如果不能解析 说明跟大眼号一样 这意思吧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 再看一下原话 是不是这块画好了 我们用斜杨的符 对不对 跟蛋一号一样 还是跟双眼号一样 跟双眼号一样 对吧 那 是不是跟双眼号一样 可以解析变量 可以有转移字符 对不对 那能不能把它变成 跟单一号一样 要它不能解析变量 能不能 对吧 转移 转移可以 但多麻烦呢 对不对 带一号的也不用转移 它就不能解析 它也就解释不了 对不对 对 默认是跟双眼号一样的 咱们现在用的 是不是prp5.4 以上的版本 对不对 在prp5.3 咱们说prp5.3 跟prp5.2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吧 那其中有一个改变 就是什么 就是定阶符里边 可以这块 使用单眼号 在开始的地方可以使用单眼号 看到了吗 那这样的话 新版本的支持的 如果你用的是prp5.2.6 就是比较早的 那个稳定版本的话 那这话 你是看不出来的 是不起作用的 那这是起作用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我再刷新一下 变量解析了吗 没有 转移字符转移了吗 没有 所以呢 咱们可以通过在开始的定阶符 加上单眼号这个功能 将这个定阶符的作用 由双眼号的功能 改成了单眼号的功能 这是prp新版本的作用 听懂吧 所以这块也是一个重点 第四个 使用什么 单眼号 在开始的定阶符号中 符号中什么 交什么 支持双眼号的功能 改成了什么 单眼号的功能 听懂吗 所以呢 如果你想得效率高 让这个里边不解析变量 也不使用解析转移字符的话 使得这么声明的话 就变成单眼号的效率了 所以这一个功能 是单眼号双眼号的功能 全可以支持 好 这就是咱们对字符串这个类型 声明这个阶段的一个学习 那咱们用了三个小节 将字符串的声明教大家了 当然这只是学字符串的一部分 后期呢 咱们还学字符串的其他的特性 比如说分隔 符配 插手替换 对吧 但在前提课程 咱们只需要留给这些就够了 好 谢谢大家 那这几个课咱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